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士多川郑广 他从小就讨厌特赦片 因为他觉得属于自己的英雄永远都不会出现 直到那天晚上一个男人拯救了他 嗯,等一下,男童的雷达想了呀 因为从小缺爱,士多川总是跟着一些狐朋狗友混在一起 他们让士多川跑腿,还说他是中圈 士多川不敢对其他人动手 对这样的生活也没什么好感 只是因为母亲常见不在家,他想要朋友 不管对方是否将他当做朋友都没关系 士多川回家就收到了大哥的电话 都市传说中的斩雄出现了 大哥表示需要很多人帮忙打架 士多川有些犹豫,他真的不想打架 过去也是送人头 但是大哥叫人了,他还是得过去 那段时间里,斩雄在不良中的名度很大 士多川赶到现场,就发现几个大哥都被打败了 对方穿着奇怪的T-shirt,嘴角还有颗痣 这种奇怪登场打败不良的人乍一看还挺像英雄的 不久后,士多川初中毕业 和关系不错的同伴阿柴升入了同一个高中 他们答上话也纯属意外 那天士多川回家,就发现他妈带着男人在家快活呢 士多川逃出家门,实在是不想回家看到这一幕 但是身上没钱,肚子也饿 却在公园看见被投喂遗弃小猫的阿柴了 士多川叹了一口气,教他如何照顾小猫 阿柴就决定把猫咪带回家养了 只是他已经将士多川当作动物博士了 听说阿柴还有个好友,只是两人已经绝交了 阿柴嘴上说是不在意 但士多川看得出他很纠结 不过还没等他多想 自己就连人带猫被阿柴邀请去他家了 听说阿柴决定要养小猫 士多川松了一口气,但下一秒阿柴目露惊恐 他想起来了,他哥哥未必会同意他养猫啊 要是知道了,今天还不得砍掉他一半的血条啊 阿柴的哥哥是个狠人 据说每天都会出去教训四周的不良呢 士多川目瞪口呆 难道你哥就是那个传说中会抓不良少年炖大锅的斩熊 两人面面相去,是浑身万寒 但此时传说中的斩熊已经回来了 并且还听见了两人在背后讲他的小话呢 士多川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会在这种情况下遇到斩熊 之后升上高中 士多川和阿柴分到了一个班期 但是阿柴却在分班名单上看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名字 那个叫知苍马野的家伙 可不就是他以前的竹马吗 知苍的出现一下吸引了女生们的视线 毕竟可是大帅哥 结果阿柴看见知苍的瞬间拔嘴就逃走了 士多川赶紧追上去 就发现阿柴很纠结 阿柴以为自己和知苍这辈子都不会碰面了 他说自己没有勇气对知苍道歉 士多川知道 这里面指不定有点什么 这时班上的女生跑来问阿柴 知苍有没有女友 他们听说阿柴和知苍是小学的同学来着 阿川说士多川和他们也是小学同学 但是女生们听说阿柴和知苍关系最好来着 阿柴被逼之下答应了 可他实在问不出口啊 毕竟当初说绝交的人可是自己啊 早知道还会见面就不说那么绝了 不过士多川觉得他们有如此强烈的羁绊 其实还蛮让人羡慕的 他结束了科间活动 突然收到了康介的电话 没错 这个康介就是阿柴的哥哥斩熊 康介对他高中入学表示了祝福 又提醒士多川不要和不良少年鬼混了 士多川表示早就断干净了 他很期待康介回来 现在的康介已经是一名教师了 士多川自认自己是康介的小弟 绝对不会辜负康介的名声 结果刚下楼就看见之前认识的不良找了不来 士多川赶紧躲回教学楼 阿柴回到教室 却发现知苍在等自己 他一时慌乱 手中的试卷都掉了 但是知苍却依附他们从没吵过架的神态 还问他要不要一起回家 阿柴手忙脚乱的拒绝了 不良们还在门口围堵 士多川发现 同班的班长鼓起勇气劝不良离开 眼看班长就要被找茬 士多川想起了康介 如果是他一定会去救人 但是康介说过 不让自己和不良鬼混 就在士多川犹豫的时候 阿柴为了逃避女生的追问和支舱的跟踪 冲出来就大喊了士多川的名字 这下好了不良们也听见了 士多川见状 只好带着阿柴赶紧逃走 不良中的小黑忍不住看了士多川一眼 士多川刚躲起来 却发现手练掉了 不良们果然追了过来 眼看就要被发现了 康介却出现在他们身后 不良一开始斩雄 想得连滚带爬的跑了 康介是突然被调动 来士多川学校当数学老师的 没告诉他们 是为了给两人一个惊喜 阿柴崩溃 自己的高中生涯完蛋了 但士多川却从康介身上 看到了英雄就美的影子 当初支舱说自己要转学 阿柴接受不了 便表示要绝交 操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你小子 今天是康介上班的第一天 阿柴就说自己不想去学校 然而哥哥就是老师 随时可以找班主人谈话 所以阿柴只能含泪 收拾书包准备去上学 但是康介已经察觉到 阿柴的不对劲了 阿柴来到学校 就躲着职场 顺便拽走了士多川 士多川昨晚也没睡好 心里一直惦记着 康介入职的事情 他还是第一次 看见康介站在讲台上 突然被眼神警告 士多川仿佛想起了 当不良的记忆 吓得立刻起身 表示会好好努力的 得 大家都知道了阿柴和康介的兄弟关系 还听说士多川是康介的小弟 顿时想和士多川做朋友 绝对不是因为 想从康介那里拿到考题 偏偏这时 班上的妹子又找到阿柴了 阿柴干脆拉着士多川一起出去了 两个女生问他 到底什么时候问清楚 只给了明天一天的时间 为了助攻两个妹子也是拼命了 士多川好奇 阿柴为啥不和职舱和好 阿柴将转学的绝交的事情说了 虽然现在自己能理解职舱也是身不由己 但当时的阿柴根本就想不通 所以才说了商人的话 士多川表示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和好吧 他还蛮羡慕阿柴有这样的朋友 阿柴却撇嘴 他更希望职舱能记住这件事 不然 弄得好像当初只有自己很在意对方一样 另一边康介回到了这个城市 被昔日好友叫出去喝酒 好友香采感慨 士多川遇上这种老师也很为难的吧 第二天康介守着学生进入学校 却发现弟弟小时候的好友职舱 还说他现在老板着脸 当初和阿柴一起迷路的时候 两人不都哭得可好玩了吗 职舱表示 当时哭的人只有阿柴 康介没有顺着这个话题下去 而是鼓励两人继续玩耍 不过职舱看起来不太想和康介说话 阿柴知道 康介发现自己在自闭的事情后闷闷不乐 这时候体育课老师走了过来 让阿柴去体育馆搬运教材 说职舱已经过去了 老师根本就没给小麻拒绝的机会 阿柴缠着士多川陪他去 士多川拒绝了 最终阿柴还是去了资料室 但是看到职舱后 他还是很紧张 他不明白 但职舱为啥能这么冷静 他们不是绝交了吗 所以阿柴直接问了出来 还说自己一直想忘记 职舱根本不理解自己忘不掉的心情 职舱也坦白了自己的想法 他当初说要和阿柴一直在一起 只是因为母亲缘故不得不转学 其实他也一直记得阿柴 眼下知道阿柴不讨厌自己真的太好了 阿柴说 自己怎么可能会讨厌他 这俩人刚喝好呢 差点就久别生心昏了 好在体育老师及时杀了进来 职舱如同开了闪现一般离开了 只是看老师的眼神很不妙 两人喝好之后阿柴很开心 还说下午和职舱一起回去 到时候帮妹子们问问 职舱有没有对象 两人一起放学 阿柴说自己好像长高啊 职舱就觉得他就这样也很可爱 阿柴就觉得职舱小时候更可爱 还被人认成女孩子了 职舱说那其实是嘲笑 但当时的阿柴都会站出来保护他 两人还一起去个小镇的后山抓虫 并且在那里迷路了 恰逢遇上大雨 当时两人在树根下半躲雨 阿柴动得直哆嗦 连连的往职舱怀里靠 害怕故意做出靠谱的样子 这时阿柴问职舱有没有女友 并表示这是在帮班上的女生问的 得知职舱没有对象 阿柴感慨班上的女生还有机会 职舱却突然板脸 觉得妹子们可能是冲着阿柴去的 毕竟阿柴对别人的好感很迟钝 说完职舱似乎有些生气 表示要回去了 阿柴这才知道 职舱现在竟然是一个人住 他本来想去职舱家玩的 但职舱说现在不可以 那可不是怕忍不住袭击阿柴呗 阿柴只要表示下次再去玩 他想不明白职舱的情绪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早上 阿柴问职舱今天能去他家吗 职舱玩具 并表示担心自己做错事 阿柴就说没关系啊 谁还不会犯错啊 而且咱俩都和好了 多大点事啊 无奈 职舱只能直接表白 他表示自己喜欢阿柴 阿柴说自己也喜欢他 并且想和他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哦吼 你这不是扎Home的心吗 也是职舱直接将阿柴拉到了隐秘的角落 吻了他 并表示自己喜欢的就是这种喜欢 他说在分开的这段时间 他想明白了 不管用什么手段 都要把阿柴留在他身边 在绝交和在他抱一次之间 阿柴选了哪个 说实话 四号机差点被男同下晕了 自从这个职舱表排过后 阿柴就觉得不对了 怎么做梦都梦见职舱 从好友变男友啊 啊 你惨了 你坠入爱河了呀 康介健弟弟一脸纠结的念叨着职舱的名字 他觉得船道桥头自然直 没事不用管 可惜啊 船道桥头不但没职还撞弯了 阿柴实在想不明白 为什么是自己啊 而且职舱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自己的呀 这是 他发现职舱竟然和坐在豪车上面的美女聊天 阿柴以为职舱其实已经有女友了 阿柴只是去找士多川商量 士多川问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这人摆明了想和你交往啊 万一阿柴拒绝 并表示要绝交 有没有一种可能 职舱已不是朋友的借口强上啊 毕竟绝交也是一种交往 士多川拍着阿柴的肩膀 没事 你可以让他温柔点 阿柴说 早上看见职舱在和美女说话 士多川表示 之前的交往说法 说不定是职舱分开多年 对绝交的整骨抱负呢 想到这场阿柴又松了一口气 如果是整骨就太好了 这个之后 职舱找了过来 就发现阿柴又把他当朋友了 他怀疑士多川给他灌输了什么 但是阿柴因为下节课是廉价的数学课 所以拔腿就跑了 课堂上 康介和士多川对视眼 士多川不好意思的移开了视线 可午休吃饭的时候 阿柴竟然把士多川也拉上了 坏了 自己也成两人play的一环了 这边职舱一边给阿柴喂食 一边恶狠狠的盯着士多川 尤其是阿柴给士多川投胃的时候 职舱就差点火割了他了 职舱吃不下饭 阿柴担心的追上去 结果就被职舱拽走了 康介也找到了士多川 并表示要是阿柴在迷茫 不用给他出主意 这也是他成长的一环 青春期的时候 就要多聆听自己的心声 说着康介还捋了士多川的脑袋一把 此时职舱必动阿柴 问他昨天的回答是什么 阿柴说 今天不是女友送他来的吗 职舱突然兴奋 虽然那家伙根本不是女友 但是阿柴要是在意 说不定就代表他很看重自己 既然不让抱 那让他摸五分钟可以吗 看着好友楚楚可怜的眼神 阿柴犹豫了 他屈服了 好友 锤子好友 反正刘关章不这么做 阿柴被捋了五分钟 还是被闹钟打断的 但他始终觉得 他要和职舱做朋友 给职舱都给干无语了 于是职舱再度强吻了阿柴 并表示 自己从来都没把阿柴当过朋友 最讨厌话说翻面的人 你直接说 你不满足当朋友 想和他当恋人 后边都得少拍好几集 你看阿柴这不就想通了 还觉得职舱可能会冷漠的对待自己呢 没想到之后几天 职舱都请假了 士多川也看出阿柴犹豫不决 于是找到阿柴谈话 说康介说了 让他别多管 但是士多川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 估计在职舱看来 阿柴一直在吊着他 看似在思考 其实是在逃避 这分明是两人之间的问题才对 士多川叹气 还是没忍住 说了 两人离开学校 却在校门口 看见了康介和香采聊天 原来香采是职舱的姐姐 只是多年没见 那天阿柴没能认出来 香采说 弟弟几天没接电话了 阿柴咬牙 表示自己去找职舱了 康介吐槽 终于去找了 也太能别了 士多川很羡慕这种 能有一个在意的人的心情 阿柴找到职舱家 却没看见人 此时 职舱正在医院 一想起阿柴就觉得心痛 阿柴始终没找到人 以为职舱 又要像上次那样消失了 阿柴猛的想起 两人迷路的后山 所以他立刻冲了过去 此时 职舱也接到了姐姐的电话 香采说 阿柴去找他了 职舱觉得不可能 结果在门口 看见了阿柴的书包 于是他立刻追了出去 职舱果然在山上 见到了阿柴 阿柴想说的 和说出口的话 截然不同 职舱有些难过 表示那就下山吧 阿柴不想离开 终于忍不住哭了 他表示不想和职舱分开 他想和职舱做朋友 职舱一把抱住阿柴 表示唯独这一点不行 他太喜欢阿柴了 喜欢到一点都不想 将阿柴分给别人 这种感情 怎么可能只是朋友 阿柴热他明白 所谓的不是朋友 原来指的是 职舱一直都很喜欢他 而当初一起玩手的记忆 并不是做假的 所以阿柴将职舱送回家 还主动帮帮暖床 此时他已经能接受职舱的感情了 职舱心满意足的抱住老婆 大睡了一场 采香拜托康介 多照顾自家弟弟一点 康介点点头 并说要回家吃饭了 九宝和采香感慨 家中有田螺姑娘 等着就职好啊 此时 士多川正在康介家做饭 班上班长 几个好友也被邀请了过来 他们仨已经知道 职舱和阿柴的关系了 感慨不愧是帅哥 这也能拿下 现在职舱天天粘着阿柴不放手 又要吃士多川的醋 还借机骗阿柴任由他下手 其实就是洗干净打理的可可哀哀 士多川给大家做了火锅聚餐 班长是阿柴邀请过来的 因为他一直在打听士多川的事情 听说士多川和猫咪是一起被捡回来的 而且还成了阿柴的亲友 一旁的职舱算得面不扭曲 非得让阿柴喂他吃饭 一顿火锅结束后 班上的小福和山部 已经开始叫士多川男妈妈了 并表示晚就交给他们来洗碗 他们也发现士多川很听康介的话 私底下还说士多川是小中犬呢 康介发现烟抽完了 拜托士多川帮忙买 给钱的时候两人手掌贴在一块 士多川有些不好意思 拆开话题 问其他人要买东西吗 然而就在士多川离开后 康介看着手突然起身 表示未成年人买不了一眼 所以转身跟着出去了 职舱看了一眼 哦 有点意思 康介对职舱找查士多川的事情 表示了歉意 士多川摇头 其实他不在意这些 能看到阿柴打起精神 他其实很高兴 对他来说 阿柴和康介是很重要的存在 他虽然一直觉得英雄不存在 但是康介的出现 却给了他很多勇气 他的话说了一半 康介突然停下了脚步 此时支苍告诉阿柴 他不会和士多川置气了 支苍说自己什么都不用做 被那家伙盯上的士多川 其实相当不幸啊 此时康介却说了 士多川刚才看阿柴和支苍的眼神很羡慕 他表示现在的士多川 露出了一副 很想让人抱他的表情 妈呀 你们男童说话都这样子的吗 被男童吓晕哪 士多川试图忘记和康介对话 所以开始疯狂拼命的工作 士多川其实也很懵 不明白 康介为啥这么说 结果就是忘记反驳康介 然后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士多川觉得自己绝对不可能日记老 打工结束后 士多川准备回家 结果发现母亲又带着男人回来了 士多川只好默默的离开县长 去公园坐着 他觉得康介说了那样的话 可能自己又不会被接受了 结果此时有人从眼前跑过 刚好掉了东西 士多川捡紧一看 女士内衣 斜脚飞出来一个男人突然抱了他的腰 表示要将士多川逮捕归案 士多川说这绝对不是自己偷的 但是警察把内裤套投射 他也吓得要死 因为高中生深夜不回家 警察决定联系家属 不过他竟然把康介给叫了出来 警察看了康介一眼 说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没变 士多川这才知道 两人是高中同学 而且这个警察还是某人的姐夫 康介问士多川最近的情况如何 士多川想起他之前说 无法回应自己的好感 虽然觉得自己不完全是男同 但士多川还是不打算 让康介掺和自家的事情 康介问士多川 既然没事 那你是要回家呀 还是要去我家呀 士多川一咬牙 表示自己要回家 好在母亲的客人已经离开了 士多川躺在房间叹气 他也以为自己是仰慕康介 想成为他的小弟 但是因为康介说的话 所以他开始思考 自己对康介的感情究竟是什么了 第二天士多川还是萎靡不振的样子 志仓发现士多川的情况 故意提起恋爱和康介的事情逗他 发现士多川对康介有反应 他就乐了 这个时候康介来到教室 士多川见到他 直接表示要去买午餐 见士多川跑路 康介欲言又止 而士多川没买到面包 却在半路遇到了曾经的同学佐藤 妹子将自己的面包送给了士多川 士多川觉得他是个好人 数不知这一幕被康介看见了 他责了一声 干脆将想跑路的士多川揪了回来 康介说有些事情还是要说清楚的好 士多川说康介误会了 自己其实喜欢的是女生 结果康介却说自己无法回应 但也不代表不能接受啊 不是当渣男还能理直气壮啊 士多川也说 你要是无法回应就假装不知道吧 但是康介还是亲了士多川一口 嗯都说了要多读书了吧 这波啊就要欲经顾纵 自从上次接吻后 士多川已经懵了 他给大家做饭的时候 食材都忘记处理了 班长很担心他的情况 毕竟看起来比平时更慌乱了 士多川决定不多想了 毕竟康介经常逗他 说不定这次也是故意逗自己呢 想归想 但士多川还是不敢见康介 不过康介可没给他躲着的机会 哟 校内师生恋啊 真会玩 士多川现在看见康介就脸红心跳 只能想办法躲开康介 但同时消败的小黑也在注视着士多川 因为下周要数学小考 所以阿柴约士多川去他们家补习数学 士多川想拒绝 但是阿柴已经拍板决定了 只是他到了阿柴家 总害怕康介会出现 阿柴说康介今天和朋友去喝酒了 士多川这才松了一口气 听说阿柴母亲要去买东西 职舱决定带着阿柴去 让士多川和阿柴母亲在家聊天 母亲也很热情 还拿着两个孩子小时候的相册 他们家从小就拍摄了不少照片 士多川有些羡慕 他家从来没拍过照片 但是阿姨拿出来的照片 竟然也有士多川 不但如此 还有小时候的康介 当时为了解题 这家伙还熬夜过度昏迷 康介从小就很喜欢数学 还是这方面的天才来着 而且照片是还拍了去年中考试前的祈福 当时康介也帮士多川写了一份祈愿 阿姨让士多川想看就多看看 结果士多川盯着康介小时候的照片看入迷了 没想到此时的康介已经回家了 并且一回来就摸了士多川的头发 还差点亲了他 这飞龙都要起脸了 但士多川还是强行的告诉自己 这应该是恶作剧 他冲出去表示要戒之藏他们 没想到在门口见到了小黑 另一边 康介这人一直觉得 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解不开的谜题 直到那天 看见士多川收下妹子的面包 他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亲了上去 康介不敢回家办公 彩香和酒保都看出来了 偏偏这个时候警察也来了 彩香先一步离开 警察将擦汗的胖刺丢开 问康介士多川最近怎么样 康介说只要士多川在身边 他就会保护士多川 警察四笑非笑 真的只是保护吗 他说康介不能做到面面俱到 他越是想保护 从士多川那里夺走的东西也就越多 到时候他也没办法欺骗自己了 康介本来不想夺走士多川是吧 当初康介第一眼见到士多川 就从穿着上判定他是不良 但是却发现士多川特别会做饭 而且常见一个人 所以将他列为了重点观察保护对象 看见他的时间 一直在教训不良少年 还拜托身为警察的好友帮忙 但是这群人还是怨怨不断 就在康介头疼的时候 士多川突然拜托他 收自己做小弟了 士多川表示 自己想成为康介一样的人 只要他收自己做小弟 自己就会洗衣做饭 打扫卫生 康介吐槽 这不就是老婆吗 俩人谁也没想到 这话竟然一语成衬了 不过经过了这件事 康介也逐渐了解士多川 士多川和阿柴都是他辅导的学习 但是士多川会因为康介 叫他的体没做出来 而羞慧难当 当时康介就忍不住摸了摸他的脑袋 夸他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士多川眼眶一酸 躲到了角落里 默默的啜泣 这还是他第一次被崇拜的人夸赞 其实从那个时候 康介就有些行动了 所以他决定离开这个城市 去别住工作 走之前还写下了愿望 在发现士多川和阿柴考到一块 他其实很高兴 并且也选择回来了 士多川的目光 一直都在推动康介前进 当时他欣赏士多川 也是原因的一点点嫉妒 以及这份感情 不过他暂时可没打算告诉士多川 毕竟陷阱还没挖好呢 可谁也没想到 此时士多川已经被不良抓了 士多川被不良少年纠缠 他们也发现 康介就是士多川的老师 而此时康介看着学生送给自己的情书 他其实不太愿意被人称呼为老师 说起来士多川好像从来没叫过他老师 不良少年们将康介痛骂了一顿 然后突然勾住士多川的脖子 士多川以为自己要挨打了 没想到这群人压根就没发现 他是自愿跟随康介的 还以为士多川是被威胁了 看到他没事就松了一口气 士多川提心吊胆 却听见这群人已经在和别的人合伙 准备把康介骗出来 将他暴打一顿 还问士多川知不知道康介的弱点 士多川担心康介被这群人包围会受伤 可是不良少年不由分数的 就让士多川替他们跑腿 士多川不知道要不要去找康介说这件事 可他又担心这群人跟踪他 他思绪太多 忘记给小黑买知识 小黑看起来十分生气 士多川转头冲去便利店买东西 并不知道小黑在他走后 对其他不良少年动手了 士多川担心自己会给康介添麻烦 所以他决定这段时间远离康介 直到这群不良不再去寻找康介 之后士多川竟然没有来学校上课 他山上来迟的时候 小福都傻眼了 他们家的男妈妈 怎么可能会这么不良 这个时候阿柴来找士多川一起吃饭 士多川竟然拒绝了 还说自己已经约好了人 而且下午要打工的 地方变多了 所以短时间内不会去阿柴家里 小福两人目瞪口呆 天哪 男妈妈要放弃敷衍权了 其他人都以为士多川打工太多有压力 但支舱却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 士多川放学遇见了康介 对方问他今晚打算做什么 士多川却说他接下来要打工 没时间去他家 康介就觉得事情不对劲 当天晚上 小福三人差点被阿姨的晚饭折磨死 寒泪吃了一顿后 拔腿就跑 康介发现弟弟的表情不对劲 阿柴说士多川明天一定能回复正常 康介这才知道 士多川没有陪阿柴吃午饭 而此时的士多川也很难过 总觉得对阿柴说话太重了 在想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给康介 蓝面店的老板看出他心里有事 希望他不要太勉强自己 顺便还说起他们店最近夺了一位新客人 是一名超级能吃的帅哥 此时士多川抬头就发现支舱走了进来 原来阿姨做饭太难吃 他决定出来多吃点 士多川从支舱那边得知阿柴情绪还可以 他松了一口气 支舱便判定 这家伙不是在躲康介 刚才他也发现门外的不良少年了 士多川拜托他 别告诉给别人 此时支舱放下零钱 转身出了门 然后就听见这群不良在讨论士多川 他们想让士多川花打工的钱给自己买东西 支舱无法理解 士多川和康介在干什么 康介在酒吧烦躁不安 酒保曾经见过士多川 还让康介不要逗人家 毕竟士多川看他的眼神很真挚 康介表示 不会把人让出去 其实这家伙之前说不接受士多川是故意的 本来打算刺激一下士多川 让他承认和明白喜欢自己 结果没想到现在却起了反作用 他还得一直忍下去 另一边 阿柴给支舱打电话 他说自己明天不想去学校 无法接受被士多川拒绝一起吃饭的事情 还拉着士多川一起请假 支舱可不想在学校见不到老婆 于是表示自己会尽快解决这件事 让他像以前一样正常来上课就好了 康介这段时间 竟然连分数都算错 看见士多川出来 也忍不住暗中观察 阿柴因为士多川拒绝和他吃饭 失魂落魄 没想到支舱在路过康介身边的时候停了下来 还让康介赶紧把这件事解决了 支舱很不满康介的这种态度 他和康介是两种人 他这那种想要就会直说的人 康介被戳穿了 表示自己认输 而此时士多川独自家躺着 他试图忘记康介的吻 因为母亲的工作 士多川一直被街坊邻居嫌弃 现在还要天天给那权人跑腿 他感觉自己已经到极限了 想让这群不良早点放弃寻找康介 这个时候电话却响了 是之前大哥打过来的 士多川不想接电话 没想到弹门却被凝响了 就在他埋头不愿意出去的时候 身后的窗户却被打碎了 士多川以为是大哥追了过来 没想到来人竟然是康介 康介表示他是来家访的 结果竟然把学生推倒在床上 呀你个老流氓 而此时大哥发现士多川不接电话 于是决定去士多川家找他 而一旁的小黑却用铁刺穿了汽车轮胎 小黑一直在给士多川打电话 不过他并没有气 康介见状便知道出事了 小夫他们正在看士多川和阿柴初中时的照片 然后意外的发现 士多川每一张照片后头 都有一个表情阴暗的少年盯着他看 阿柴记得 这个少年是初中同学 只是不知道这家伙现在在做什么了 另一边 康介正在士多川家中家访 士多川让他别看了 家里没收拾 因为母亲每次和客人吵架 都会在东西发气 虽然如此 但士多川从来没恨过他 母亲生下他后 从来没有苛待过他 也愿意供养他去上学 此时康介问士多川 为什么避开他和弟弟 联系上门了 士多川先是道歉 然后说这是自己的问题 他会想办法尽快解决的 但康介不想让他一个人忍着 毕竟自己喜欢的人一直在身边 对方又常年忍耐 不说自己喜欢什么 康介当然忍不住呀 士多川说 先拒绝的人不是你吗 康介更生气了 他本来就是想弄个脱敏疗法 让士多川已经有最坏的打算后 再坦白自己的想法 因为他要是直接说了 士多川肯定不相信是真的 回头这辈子都自我欺骗自己 果不其然 士多川一直都觉得自己配不上康介 没想到这个时候 大哥已经找上门来了 士多川来不及阻拦康介 康介开门一看 好家伙 难怪士多川不联系自己呢 大哥也看到康介了 整个人大惊失色 但却误以为康介是士多川叫过来的 这下他们可以联系更多人 问中捉鳖了 而小黑却知道 士多川似乎对康介有好感 并且直接开始吃醋 觉得士多川不接自己的电话 一定是因为康介在这里 正好康介被士多川气了个半死 看见这群人送上门 毫不犹豫地提出换地方 准备好好教训这群不良少年 结果大哥纠缠了一堆不良过来 士多川担心康介会出事 此时 另一边 心慌意乱的阿柴 也摔碎了士多川的杯子 这当表示没关系 这段时间他就回来了 康介的实力可谓惊人 直接把这群人打探在地 他表示 自己这可是正当防卫 这群不良人还怪好嘞 竟然都是车轮战一对一的上 士多川在后方看到目瞪口袋 他肯崇拜康介 所以更不敢去奢望康介的感情 他觉得自己夺走了光 而此时小黑突然起身靠近康介 士多川越发觉得自己没用 小黑就觉得士多川要选康介 从而放弃自己 当大哥冲过来 准备和康介对转的时候 小黑竟然也扑了过去 用铁刺袭击了康介 没想到士多川竟然接住了这一击 不过他的手臂也被扎出血了 大黑说 小黑这种偷袭是不对的 但是康介已经掐住了小黑的脖子 把他拽了起来 看得出来康介现在很生气 但是 士多川却抱住了他的手 说自己没事 然后士多川告诉大哥 自己已经认康介做老大了 之前没告诉他 很抱歉 并表示希望他们能忘记自己和康介的事情 一旁的小黑十分生气 他说凭什么只有士多川离开了 但大哥就打断了小黑的输出 决定此后不再和他们纠缠 并表示之后不会再来烦士多川了 士多川说他明白了 比起当跑队小弟 他更想照顾其他的朋友 他果然还是喜欢康介 康介松了一口气 你是终于愿意说了 天知道我多久以前 就想让你在我怀里哭了 天哪 是宠爱 狂喜 之后士多川出院 二柴他们来接人 不过士多川因为受伤 短时间都不能做饭了 但是他和康介的关系突飞猛进 这次见状掏出了拉面圈 拉着其他人去拉面店吃饭 并表示 士多川和康介等会儿会过来 给两人腾出了独暑空间 士多川跟着康介回家 就发现大家都不在家里 闲得无视的他只好打扫卫生 把整个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净 康介说他受伤了 不用勉强 然后士多川就干坐着 主要是气氛实在太尴尬了 康介让他不用紧张 等自己忙完 就和他来促进感情 搞得士多川手忙脚乱 摔了一脚 康介担心他的伤口会疼 士多川就和他说 刺伤自己的小黑的事情 小黑的家的背景和他有些相似 双方和他是同一时间 受到大哥的邀请 大概是因为两人有些相似 小黑对他一直很有亲近感 士多川觉得 小黑只是没有像自己一样 遇到康介这样的人 但是小黑绝对不是什么坏人 他在动手的时候 所以他的伤口并不是很深 此时士多川发现地上有一份情书 本来康介是想让他吃吃醋 结果士多川压根 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康介叹气 说这个女孩很厉害 能够鼓起勇气 想明知没有希望的人表白 在意识到这一点后 他才去找到士多川 其实士多川现在都没有实感 康介喜欢他这件事太不真实了 不过既然康介喜欢 他自然也打算接受 只是希望康介能温柔一点 哈哈 纯爱战士倒下了 这下 士多川直接脱离小弟的身份 成为同居未婚的未婚妻了 可恶 这么温柔 伪不良的男妈妈 谁不喜欢啊 现在两人终于是恋人关系了 士多川本以为生活还是和以往一样 没想到康介天天袭击他 甚至在学校做坏事 士多川拒绝 康介有些闷闷不乐 不是 这老房子着火 还是一点就燃啊 大概是因为支舱知道真相 士多川现在都会来找他吐槽 主要是因为身边其他人看起来实在不靠谱 本来支舱是拒绝的 但奈何士多川给的太多 结果这个家伙收了东西之后 就没给出主意 旁边的阿柴发现他们俩牵起私语 怀疑两人是不是双双出轨了 士多川说 你想到哪里去了 下课后 他决定去找康介谈谈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说 毕竟 他并不想抗拒康介的接触 只是不太敢在校内这样 但要说可以 在校外可以 又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结果他刚进办公室 就看见康介似乎有事 士多川还是退缩了 康介挠到头 那他没办法 而士多川却听到别的妹子 说喜欢康介老师 这个妹子甚至打算告白 不过他觉得康介心中 应该没有自己 此时士多川收到康介的短信 让他放学后 跟自己一起回去 虽然一起走了 但士多川不知道说什么 不过他发现康介似乎饿了 马上要考试 学生总是来问问题 他忙起来都没时间吃午饭 士多川本来想说早上的事情 不过康介表示他没有在意 正好两人路过宠物店 士多川准备给小猫买点猫粮 不过一进宠物店就忍不住逛了起来 看他这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康介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毕竟这样的士多川实在太可爱了 两人逛完准备回去了 康介直接把士多川留在他家 结果到家才发现 干饭小队中又增一员猛将 这位叫公家 是隔壁的学生 他也相当的会做饭的 士多川发现自己痛失大厨身份 整个人十分悲伤 而且还赶紧安慰他 大家只是觉得 士多川一个人做饭太累了 所以在干饭小队中 拉了一名厨师 并不是因为士多川做的不好吃 不过对于这位新来的公家同志 大家都觉得他挺会做饭的 应该会很受欢迎 众人聊起喜欢人的类型 晓夫感慨 士多川应该喜欢小动物型的吧 这话正好被准备下楼的康介听见 晓夫还八卦的问士多川 和佐藤关系有没有进展 士多川虽然觉得佐藤是个好人 但并不代表他喜欢小动物型 这个时候康介笑眉眉的凑了过来 吓得士多川赶紧解释不是这样的 但康介看起来 是真的觉得士多川喜欢娇娇心的嘞 有些人吃醋了 是谁我不说哈 志多川看着都不嫌事大 觉得这样刚刚好 中央离开后 阿柴表示要去便利店 他把志多川一起拉走了 然后让士多川留在家 专门给他俩独暑的空间 士多川一回去就听见康介汪了一声 委屈八八的说 自己没有小狗那么娇小 还说士多川只对小狗亲密 除非士多川主动来听他 不然他就生气了 士多川这才第一次恋爱 面对的还是自己超喜欢的人 逞个人脸红的不行 根本不敢主动 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还是功归一篑 康介无奈的笑了 抱着士多川啃了一口 他表示 两人既然都在谈恋爱了 希望士多川能主动一点 发现康介心情变好之后 士多川决定不着急 第二天早上起来准备了便当 结果不小心努力过头 做多了 小心翼翼的来到教室 放好便当 确定阿柴说 他已经知道士多川是自己嫂子了 原来是支餐告诉他的 康介最近也忙得很 不过一想起昨晚 士多川羞涩了表情 他又有精神了 午休的时候 士多川小心翼翼的 带着便当去找康介 被支餐一眼就看出来了 而当士多川鼓起勇气 准备送便当的时候 却发现之前 暗恋康介的那个学姐 也送来了午饭 先到这一幕 士多川退缩了 支餐和阿柴也发现了 当天下午 支餐去找了总介 说他最好 别在学校里搞什么妖娥子来 康介说他其实就是故意的 毕竟士多川一出事 就会责怪自己 总是会在意他人的眼光 他是为了让士多川 别过于在意他这么做的 焦修的支餐不承认 自己在关心他们 只是因为士多川 每次紧张 做出来的料理都很奇怪 拜托 他也是要吃饭的好吗 而此时 士多川收到了康介的短信 说他今晚来家里 有话要跟他说 士多川还以为 自己惹康介生气了 进门就是一个道歉的动作 殊不知 康介现在正在吃 士多川做的便当 原来是支餐和阿柴 给他送过来的 中午的时候 康介其实已经拒绝了 那个学生 他表示 手做便当 只会吃对象做的 要是士多川中午 愿意送过来 他会很高兴 并暗示士多川 自己午休 又没吃到饭 他是不是该亲一口做补偿 士多川这才鼓起勇气 啃了他一口 不过整个人满脸通红 之后 康介又给士多川一个惊喜 之前士多川在宠物店 很喜欢一只科鸡 所以他打算 把狗狗买回来养着了 不过看见士多川 这么喜欢狗 他还是有些吃醋的 自从搞了对象后 康介感觉 觉得自己离不开士多川了 无时无刻都想触碰到他 这天小福他们建议 去士多川家办烧烤派对 士多川本来打算带上康介 不过小福觉得不得老是更好 但士多川还是决定 把康介那一份烤肉给准备上 这个时候他接到了康介的电话 说是拜托他 过去帮忙搬资料 士多川走了过去 还让阿柴从自己包里 拿钱去买材料 不过小福看起来不太高兴 因为他感觉士多川更加亲近康介 后方的阿柴总感觉大事不妙 难道哥哥和草子的事情要暴露了 好在 士多川急着打断了小福的揣测 小福更加不爽了 士多川什么时候和士多川的关系这么好了 另一边 正在搬运资料的班长转头 就看见士多川和康介正在走廊聊天 听说士多川要去烤烤肉派对 康介其实是有些知足的 没想到士多川却说 他也很想见康介 班长远远的观望 还以为他们俩是吵架了 结果士多川直接把康介逼咚了 他表示 现在学校已经没有人了 毕竟当初康介也是这么亲他的 结果两人接吻这一摸 正好被班长看见了 亲了之后 士多川羞涩的逃走了 康介既感动士多川主动的迈出这一步 又知道有人看见了他们接吻的事情 所以现在正在头疼呢 士多川并不知情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康介有些惊讶的表情 所以心情还蛮不错的 而阿柴他们在等待士多川上门 结果开门就看见一个颓废的班长 班长欲言又止 告诉大家 士多川和康介刚才在校内接吻 还问他们 是不是只有自己不知道这件事 小福傻眼了 竟然脱口而出 说了一句恶心 而士多川此时正好开门进来 就听见阿柴在和小福吵架 阿柴指出小福不应该那样说 山部也说小福可能是冲击过度说错话了 可是小福恼羞成怒 说就是恶心 阿柴顿时就生气了 在他看来 士多川和哥哥都很重要 说两人坏话的小福他不认可 所以直接把人赶了出去 小福一拉开窗帘 就看见了士多川 士多川有些茫然 志三告诉他已经暴露了 班长也很愧疚 他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士多川说这不是他的问题 毕竟是自己先弄的罪 今晚的烤肉派对直击搅黄了 志三表示小福无法接受现实 是因为他其实很喜欢士多川 志三也经历过那种感觉 他理解小福 小福家里经常没有人 所以对于照顾他的士多川非常有好感 而士多川是第一次交到除阿柴之外的朋友 所以他也不想耽误 就这么一直保持下去 到学校后他打算去找小福谈谈 不过小福就开始躲着他 而康介知道这件事后 让士多川来学生指导师见面 康介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然后问士多川打算怎么处理 士多川说他想找小福谈话 但对方抗拒和自己见面 康介说这并不是士多川的错 让他不要动不动就道歉 他知道士多川是第一次和朋友吵架 所以交了他一招 就是想和好 直接揪住对方的衣领子 不给他逃跑的机会 正面将矛盾说出来就行了 士多川感慨 康介果然厉害 惹得康介忍不住就想动嘴了 而另一边 小福跟着公家的朋友一起玩 感觉自己完全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完全没有和男生们 他们一起玩快乐 公家已经看出这一点了 小福不明白 为什么不能接受就要被排挤出来 他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于是将士多川和康介交往的事情 告诉给了公家 公家惊讶 你才知道啊 这俩人压根就没隐瞒过呀 他们俩之间的氛围一直挺暧昧的呀 公家问他之后发生了什么 小福说他们俩很恶心 公家说这就是小福的不对了 小福很生气 他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自己呢 明明他们是朋友 公家说正因为你们是朋友 所以他才不敢说 这个时候小福回忆起来 士多川对每一件事都很认真 也会纠正身边人的错误 小福一下陷入了沉默 而士多川在打工结束后 决定主动出气 而此时小福也和公家告别了 他打算回去和士多川谈谈 结果两人就在转角撞见了 士多川身上想拉住他 结果不小心被打到了脸 士多川直接揪着小福的衣领 他表示自己超习惯抗计 但小福有必要为这个生气吗 他说小福究竟有什么看不顺眼的 让他直接说出来呀 小福无语了 让他有什么就直接问吧 士多川说 你都能接受阿柴和知仓的感情 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和康介的呢 难道是因为我长得一般 小福垂地 他觉得士多川长得很帅呀 又会打工还会做饭 性格温柔做事也干脆利落 小福其实超喜欢的 可这样的人竟然在和大叔交往 小福一点都接受不了 所以才下意识的说出那句话 而且士多川和知仓的关系 不知不觉变好 明明是自己想和士多川一起玩的呀 好家伙又是一个性格别扭的醋坛子呀 之后士多川拉着小福去阿柴家吃饭 本来误会已经解除 但是阿柴还是很生气 把小福和狗狗在外面蹲着 然后又递给他一个小口盘 告诉他以后有事就直说 不准说坏话 然后跑路 直到吃饭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 康介原来知道班长在后面 只是因为士多川第一次主动对他出手 所以他干脆就没阻止 合着事情的罪魁祸首在这儿呢 所以康介也被赶到了外面 小福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班长那边正在捕作业 康介又趁机对士多川上下起手 士多川说 有人在绝对不可以这样 于是康介直接把士多川拽上车带走了 对匆匆赶来的职仓表示 你们晚上随便吃点 厨师他就先给捞走了 康介这家伙直接把士多川捞到了宾馆 士多川脑海中的警报瞬间拉响了 这这这这不好吧 你可是老师呢 康介说 自己可没打算对他下手 当然士多川要是愿意的话 他也乐意这样做 不过康介只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 抱抱老婆罢了 有喜欢的人陪着 康介一下子就放错的睡着了 结果两个人直接昏睡过去 第二天 士多川出来的时候才想起 忘记通知阿柴了 康介还把围权塞回了士多川手里 两人一起去了学校 康介旁边的吕老师 今年要担任二年级的志愿填报老师 他觉得 康介一定很有这方面的经验 表示之后会来请教康介 因为康介和学生的关系似乎不错 根本没给康介拒绝的机会 另一边 阿柴问士多川 昨晚是不是去了家庭餐厅 士多川预言幼稚 并管怎么能不算是家庭呢 一旁的志昌表示他没听见 并露出了未成年人极度的嘴脸 晓夫表示 咱们撞见也就算了 要是其他人知道了可不得了 士多川想了想 好像还真是 要是康介被发现了 可能会被辞退啊 看得出来 士多川十分担心 没想到这个时候康介找了过来 让士多川放学后跟他走一趟 被说两人的事情好像暴露了 士多川一下就慌了 但发现他们两人的人竟然是香彩 而那个警察竟然也在现场 原来警察和香彩是一对夫妻 也就是说警察还是职仓的姐夫 警察表示自己可以追问 但是彩仙肯定会追问清楚的 彩仙让士多川不用担心 因为康介才是引诱者 他是受害者 如果士多川受了委屈 大家可以告诉他们 没想到士多川张口就说 自己是强迫康介的 一旁的警察突然就变得兴奋了 展开说说 我可是高贵的会员 我爱听这个 彩仙把警察打了一顿 士多川这才知道 他们俩是在试探自己 如果士多川是在这种 关键时刻出卖康介的人 他们俩会劝两人直接分手 毕竟交往下去 对他们谁都不好 但是结果更令彩仙头疼了 彩仙始终认为是康介的错 这群朋友显然是很看重康介的 此时士多川想起了班长说的话 一旦暴露 老师可能会被开除 所以他决定先走一步 明明待在康介身边 他就有勇气 可现在他却担心拖累康介 警察说士多川是个好孩子 让康介好好珍惜人家 康介能不明白吗 不然他能那么喜欢人家 负责天志愿的老师 带着资料找到了康介 他说康介和士多川 他们的关系都挺好 尤其是和士多川的关系不错 士多川看了一眼手上的资料 知道今天是没口回家吃晚饭了 所以准备再离开前看士多川一眼 结果发现士多川睡眠不足趴下来 他发现士多川似乎有心事 所以推迟了和志愿老师的商谈 毕竟说啥也不能放着对象不管 康介发现士多川又在隐瞒自己的想法 猜他可能是和旅馆的事情有关 见他心事重重 康介直接把他约到山顶去约会了 不过士多川还是没敢说出自己的想法 只是在看到有别人过来时 下意识地躲避了康介 康介也察觉到 伸手扣住了士多川的手 果然士多川直接甩开了他 士多川说现在两人不能被外人看见 因为他身上还穿着校服 他担心别人认出康介是老师 康介说士多川不用担心这个 哪怕被识人接知都没有关系 士多川很生气 他希望康介能珍惜自己一点 不想康介因为自己的缘故被开除 康介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说在他心里士多川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这句话说得很令士多川安心 但他太过看重康介了 所以觉得这样安心的自己很可怕 他甩开了康介的手 把腿逃走了 留下康介一个人愣在原地 其实康介内心也很不安 他害怕最终会和士多川被迫分开 但是自己烦恼的话 士多川肯定更加焦虑 可是士多川说害怕的时候 他犹豫了 九报表示他很理解士多川 毕竟谁也不知道 恶意会在什么地方诞生 万一他们两个的消息 越传越广可就糟了 他知道康介既然想把士多川藏起来 又想炫耀 可他要是这样做 可就成不了士多川的英雄 康介说自己的觉悟可没那么简单 此时士多川回到家中 母亲正好也在家 想找他聊聊天 但是士多川把自己关了起来 而且难得发了一次火 母亲有些担忧 这咋回事啊 他郭郭的儿子咋变成这样了 士多川知道 他害怕的其实是自己 今天小夫去送资料 正好看见康介走进校长室 他和远处的公家对视一眼 两个人躲在门外开始偷听 然后就听见校长告诉康介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用担任临时教室了 小夫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众人 因为公家也听见了 大家都很担心这个情况 还以为士多川和康介的事情暴露了 恐怕校长已经全部知道了 阿柴担心士多川知道这件事 不过今天士多川并没有来学校 所以阿柴直接去找康介问了 此时士多川在家收拾衣服 虽然康介对他来说能接受一切 可是自己除了喜欢还会想很多事情 他不希望康介因为自己被辞退 偏偏这个时候又接到阿柴的电话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 他觉得自己最害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自己和康介交往 果然没有好事 士多川冲到学校来的时候已经放学了 眼看他就要冲进校长室 幸亏阿柴把他拉到棚里谈话 士多川以为康介因为自己的缘故被辞退了 他说自己要去退学 这样一来 康介就能继续留在学校了 阿柴这才告诉士多川真相 原来校长说康介不用当临时教师了 指的是可以拼用他为正式教师 并且期待他将来的表现 士多川这才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阿柴说既然没事 大家就来给康介举办庆祝的宴会吧 更且还拉着士多川去支舱家 支舱满脸写着嫌弃 但他还是同意了 而此时突然天见暴雨 出去买菜的士多川很难受 他对康介说祝贺的升职加薪 但是又担心他会被自己拖累 士多川淋着大雨回到支舱家 此时小才表示 他有一个主意 哥哥最高兴的礼物 一定是把士多川打包送给他 支舱表示无所谓 让我先吃个饭 士多川起身去给他做晚饭 然后从冰箱里拿出了番茄和黄瓜 阿柴一看就知道 他心里别这事呢 一问才知道 士多川还在担心康介的前途 怕两人交往的事情影响 一旁的支舱表示 他们怎么想无所谓 但是别影响了自己和阿柴 让士多川去找康介 坦白自己心里的想法 他可不想吃奇奇怪怪的料理 支舱和士多川 你们这么支支吾吾 要是哪天康介对你说结束关系 你该怎么办 士多川说他会听康介的 如果康介愿意分手 他会同意 阿柴和支舱都说他选错了 他这样不过是在逃避罢了 还不如去找康介好好谈谈 士多川咬牙 说他们什么都不懂 把腿就跑了 康介本来想发消息给士多川 他想起士多川说他害怕的事情 康介现在犹豫了 士多川冒着大雨冲了出去 阿柴在后面赶紧追上 此时警察刚接走康介 两人聊起了关于士多川的事情 康介说自己想留住士多川 但士多川总是会害怕 警察有些惊讶 他还以为康介会是那种死都不会放手的 不过警察告诉康介可别轻易放手 毕竟都做到这种程度了 再放手也来不及了 康介当即下了车 却不知两人在大雨天擦肩而过 士多川一个人蹲在角落 正好被路过的酒保看见 便把他叫进酒吧避雨 酒保知道他肯定和康介闹矛盾了 他问士多川是不是后悔和康介在一起了 士多川摇头 他只是不知道两人的关系该继续隐瞒还是坦白 酒保摇头 他这兄弟太不靠谱了 竟然让学生考虑到这么严肃的问题 但他也知道士多川还在担心什么 毕竟当下虽然两个人是认真的 但谁能知道这份感情会延续到多久呢 不过酒保却告诉士多川一个秘密 那是康介喜欢士多川的原因 酒保说 康介以前就喜欢拯救弱者 而士多川的眼神很让他心动 所以他一直想把士多川救出来 只是现在 康介竟然让他如此困扰 所以康介不能算士多川的英雄 士多川说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 于是他向酒保询问了建议 结果 酒保表示 如果自己是士多川的话 他只会做一件事 当天晚上 士多川坐着电车去了海边 不是大哥 你洗脑人家跳海呀 这个时候 士多川接起了康介的电话 康介已经从阿柴那边知道两人吵架的事情 也知道他们要为自己准备生子惊喜 表示自己要去接士多川回来 士多川坦白自己担心影响康介 康介问他能不能结束 士多川泪流满面 他舍不得 但还是感谢了康介的照顾 说完 他就把手机扔了出去 大哥 你别笑不开呀 看到没 这就是没张嘴的下场 士多川也没有跳海 只是在沙滩上大哭了一宿 第二天坐着电车回家了 他知道两人关系断了 可是 他真的一点都舍不得 本来之前 康介还约他周日去看流星雨 看来那个约定也没用了 这个时候 他在街上遇到了阿姨 阿姨邀请他 周末来家里参加圣诞宴会 还表示让康介开车拒接士多川 阿柴表示 他有话想和士多川单独说说 并对那天晚上吵架的事情道歉了 士多川说 这并不是阿柴的说 阿柴顿时松了一口气 想拉着他一起给康介想庆祝的办法 结果就听见士多川 说他和康介分手了 纸仓立马抓住了关键点 康介有同意这个说法吗 士多川没有回答 转身离开了 此时 康介正在到处找士多川 发现家里没人后 他留了一封信 而士多川蹲在公园里面不敢回家 他觉得英雄总有退场的时候 没想到 康介竟然找到了他 康介没有生气 而是问他什么时候产生分手的想法 士多川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康介倒也没有追问 而是让他陪自己去一个地方 说是要给小猫买猫粮 直到去了宠物店 康介的感慨 自己以前都是靠士多川照顾的 也说自己给士多川带来了很多压力 士多川摇头 他不敢和康介说太多话 他把自己忍不住又扑回去 康介说 马上就到毕业季了 老师的职责是看着学生们变得优秀 走出校园 但是他不希望士多川从自己这里毕业 因为他无法对士多川放手 士多川愣住 可你之前不是说要结束了吗 康介说 他不是那个意思 他指的结束 是结束这段毫无意义的分手话题 士多川这才知道真相 康介问士多川 真的觉得分开会好一点吗 他没有让士多川现在就回来 而是让士多川再等一天 毕竟他们还约好 要去看流行语 如果士多川愿意继续的话 他们就在山顶见面 士多川刚想说抱歉 士多川不想让双方痛苦 又想起酒宝的话 他犹豫再三 而此时康介回到家中 阿柴问他 真的要结束和士多川的关系吗 康介表示 他从来没这么想过 阿柴这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就是圣诞节 士多川一觉睡到了黄昏 从他醒来的时候 母亲也在家里 母亲问他 最近是不是遇到了恋爱的问题 毕竟睡着的时候还在哭呢 母亲说 士多川有自己这样的妈妈 也难怪恋爱上会出现问题 然后又问士多川今天有没有空 并说 还有人给他留了封信 士多川犹豫了一下 还是不打算撕开 此时康介已经等了一整天 晚上他没有参加派对 而是直接出了门 士多川将家里的卫生打扫了一遍 本来想把那份信给丢掉 可是他还是没办法下手 最终打开信件看了一眼 然后士多川气不成声 他明明都下定决心了 可每次都因为这家伙的话动摇 想起康介说在等自己 士多川擦了把眼泪直接出门了 康介在心上说了 当初他教训不良少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对教师这个职业产生了困惑 但就在这个时候 阿柴带着士多川回来了 他觉得当时的士多川 仿佛无处安生 他忍不住回应士多川的期待 并表示自己一边写信 一边想过没有士多川的日子 士多川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赶得上 而在家里开派对的几人 也看到了刘欣 康介说自己无法想象 士多川不在的时候 他希望不管发生什么 士多川都能陪着自己 因为只要他在 自己就能被救赎 此时士多川正在往山上赶 他担心在那里见不到康介 此时刘欣语已经结束了 知仓和阿柴都许了愿 阿柴希望大家都能顺顺利利 士多川也终于来到了山顶 他以为康介已经离开了 但康介其实一直都在等着他 既然他来了 就证明他下定了决心 这一步是士多川自己迈出来的 所以士多川也鼓足了勇气 说他想留在康介身边 不管发生什么 他都喜欢康介 没想到康介也落泪了 他真的好怕士多川不来啊 士多川明白了 眼前这个人并不是无敌的 也不是什么英雄 只是比他早出生的 他喜欢的人罢了 康介给了他一枚戒指 说将来肯定会遇到很多事情 但他希望两个人能一起解决 但是他忘了量戒指的尺寸 不过士多川还是很开心 表示将来会好好督促 康介锻炼身体 争取两个人一起重劳 然后康介让士多川帮他戴戒指 等会儿 所以那天九宝到底说了什么呀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爆肝堆四号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